郑帅河南郑州人 学街舞期间曾三次辍学 现成为舞王回一一线队员 没有任何人能改变我 没有任何人 包括家人 朋友 乃至我最亲最最亲密的人 都没有办法做改变 所以说谈女朋友就说 说不愿意我再这样下去 不要我跳啊 这一直就不是个头 也不是个办法 其实那么很多人都不懂 不明白 不明白我们这样是为了什么 其实我们这样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 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 我们现在自我的这种生活的方式 一种生活的态度 这个很简单 街舞真正的原则原味的街舞文化 还没有被大家所理解 真正的街舞啊 其实跳街舞 并不是穿的那种很夸张啊 就像我这种很夸张的 也没有特别夸张吧 不是那种特别夸张 所谓那种特别夸张 只是一些不了解街舞的人 在科技去模仿 模仿一些不良的东西 比如说有国外有很多MTV里 他们为了造成这种舞台效果 他们是是穿成那样 很夸张的 但是生活中他们并不是那样穿的 真正生活中舞者也并不是那样穿的 所以说只是他们对街舞这些本身跳街舞这些人不了解 而且跳街舞的人都是很积极向上的 并没有说很颓废什么的 没有 你像我们这个俱乐部 我们教学生 就要教学生的 不光教他跳舞 还要教他做人 还要教他街舞是怎么样 要让他们把街舞带出去以后 能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第一印象 而不是很糟粕的 这所以说很多方面 这就跟我们国家大环境有关系 因为整个街舞还没有完全被大家所理解 但是这个状况一直在变好 在变好 因为从我最早开始跳舞被人视为另类 到现在很多家长送着孩子来我这学 这就是一个转变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良心循环 我觉得它会越来越好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现在就要告诉大家 其实街舞并不是说大家想象那种另类 反叛 其实不是那样 我们都是很正常的人 只不过是我们喜欢跳舞 就这样 2006年5月 为了让人们能够正确认识街舞 更好的宣传推广街舞 吕龙决定带领队员到大学里进行巡回演出 我们已经联系了几所高校 想一起搞一个巡回的 这种就是什么性质 就是街舞走进大学 走进大学的这样一个东西 我们就想做一台整台的 全部是街舞的 而且这个是我们自己来 所有演员都是我们的演员来做 然后把这个规格相对的提升一点 我希望就是整个这个就是后面要做一个喷会 我心就是要看这样 是吧 你肯定要做 包括灯光 因为我们这次规格要高一些 所以说这点给书记说一声 就是说我们这点就是 要是单一用我们舞团来操作这个机会 特别我们就承受力不行 广告影响这些 对 因为太大了 太大了我们自己承担不了 所以说就是到时候我们可能会做一些海报 海报就是不单是舞团的一个资料 可能会他有一些 这样一些他企业的东西 他企业的什么东西 他是饮料 饮料什么饮料 激活 正好他对这个活动也比较感兴趣 说句不客气的话 他给你来正大这场演出 他不拿钱我们也能给你办 是吧 我是更看重的是这个校园的文化 让大学生更感受到的是你们街舞给带来的魅力 而不是他这个企业带来的魅力 现在开始 游秀女带的 加油吗 下一个 我们游秀听的 佑佑 佑佑 我被呼出来你了 佑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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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胡同的歌就是 李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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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帥了 我們的小舞台 孟茹 看一下 絕世很厲害的 來 孟茹 給他們表演一下吧 謝謝他們 好不好 來 太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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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